除了外观难看之外,灰指甲不痛也不痒,许多人往往忽视而不积极治疗。 灰指甲是由霉菌感染指甲造成,症状为指甲变色、变厚、变形、容易产生碎屑、指甲分离等。 由于灰指甲一般没有什么症状,除了外观难看、影响社交之外,许多人往往忽视而不积极治疗。 灰指甲其实就是说指甲长险,夹险就感染到霉菌,那它有分手指跟脚指的指甲,一般叉药是效果不好, 大部分都是要吃抗霉菌的药,现在比较先进的是一天吃一颗,那在脚的话,因为手指跟脚指的指甲,一般手指长得比较快,差不多三个月长一公分,那脚指的话是六个月长一公分, 等于是说你吃非指甲的药,手指的指甲大概要吃三个月,那脚的话它要吃六个月半年,这样才可以。 因为你指甲长出来就慢慢,它那个有菌的地方就是你把它剪掉,后面长出来,因为你吃的药,它就可以杀菌。 所以灰指甲简单讲就是指甲长险,就是感染到霉菌的意思。 目前对灰指甲的治疗,纯度轻微,为侵犯甲母者,可用挫刀去除病灶,再加上外用的抗霉菌药物, 例如抗霉菌指甲油剂,其药液可以穿透甲板,有效浓度保持七天以上, 因此只需要每周使用一到两次涂在患布,治疗时间通常在手指甲为连续用药六个月, 脚指甲则需要九到十二个月。 十方新闻记者来伊荣台北采访报道。